他说看小月的脸蛮好,脸色蛮好 怎么看到我的脸色不是太好呢 我那时候没说出来 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怨言 很多的灰心,很多的怎么说呢 其实我在同工导播会也有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时候我觉得,哎呀,办这个营地有什么意思吗 这么努力去叫这个,劝这个,跟这个说邀请 好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礼器 总而里面都是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想下一次我真的不想再做 因为做是在里面,意思是要花钱花底 组织会研制很多,就不停在我里面 所以人不能够开心起来 甚至来之前那个礼拜又丢了那个包 包里面指账钥匙,教会的钥匙 我最怕就是教会那个钥匙 因为教会那个钥匙只有一把 我怕就是我丢了 我们没办法进来聚会 我就很担心,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才听到那些原来那个 本来那个原装的钥匙原来在梁传道那边 那这个我起码放心一点 礼拜天可以进来聚会 那家里的钥匙,我也跟梁传道说 就要马上换一个 因为在我的包里面有我的拘留 有我的地址 我怕那些人捡到就拿这个钥匙回南天 总而言之心情不太好 那一天就一边去找这个包的时候 一边就心里面有些包 那到后来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够叫过了 只能够,还是要来吧 到了那一天,触发之前的早上 因为发现那个 后来自卫说我们家里面好像被人敲了 有小偷来 小偷说,哎呀我们不要动 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那个快都触发了 那我说心情真的很不好 像是要跳得很快 那我说怎么办呢 要说到时候真的家里面被捡进来的话 那要不然我就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 就是让小偷他们去 我就留在这里等包 就是去警察局 就等了很多事情 那我就晚一点来一下 那后来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起码有安心的 那之前就来到这里了 来到这里 那第一天我就替牧师这个简介里面 一开始就讲到 简介这一次的学习的内容 他要讲到这一次我们来这里学习的 就是要与神 与自己 与宇宙的环境 与人有一个合一 有更美好的关系 那我听到这里 我就马上 好像有一个什么 我好像敲了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就想要的吗 我们办下例会的目的 不是为了就是要这个吗 我就心里面 忽然就比较开朗了 后来我就一直在想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也是我们同工 在在办这个 下令会的时候 一个目的 那我觉得神 好像听了我们的祷告 那基础这几天下来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发现 我们这次办这个营会 所学习的 比我想象的是更好 比我所期待的是更好 更是我超过我自己所想的 那虽然之前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可能真的让我这次学习当中 以后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真的要放松 就是学习这样教托 而且呢 牧师讲过一句话说 就算你别人对你的攻击 你要用真面的看法 把这些东西能够发成你的养分 就好像就多百个花 一个零花一样 那这个对我来讲 这个是蛮大的提醒 我就不再不说了 超过三分钟了 那你会继续吗 继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